一集跟這一集都是做 一系列的家常菜的 五菜一湯 馬上湯還沒有出現 今天是不是帶了什麼好湯 今天我們今天要 介紹給大家的是這個山菇湯 山菇 啥口味湯喔 山菇湯 啥口味湯沒拿出來 我們待會馬上就知道 山菇湯 材料有金針菇 柳松菇 草菇 枸杞 調味料有香菇筋 鹽 像這個金針菇 大菇 二菇 金針菇 金針菇 大菇 柳松菇 二菇 炒菇 炒菇 山菇湯 這個三個菇 怎麼樣去煮成一道鮮美的好湯 那看我們主持人來解釋一下 是不是還有其他配料 佐料就是用我們的香菇筋和鹽巴 然後 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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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也知道 對 對 對 搭配顏色 那怎麼樣來煮呢 現在我們先用這個高湯 高湯先用香菇筋 高湯 給它那個水開的時候才下去嘛 對 對 對 好 水 腸杞菇 那個金針菇 金針菇 金針菇 這個是啥 這是劉雄雄 pagan 劉雄雄雄雄 劉雄雄雄雄 金針菇 炒菇 山菇湯 那一般的你用柳松菇 monsieurinha plays 好好選擇 是不是有其他的菇可以代替 你可以用桑香菇也是可以的 桑香菇也可以 或是一般的醬 det 香菇也沒有可以的 昊草菇也可以的 喔 昊草菇也可以 Pend 鮑魚菇也是可以 只要我們煮這一道這個 山菇湯的它的味道會在呈現是怎麼樣的 就是吃它菇的原味 菇,你菇散散的一定都有一個甜 一個甜 甜味 就是喝這個菇的鮮味 對 鮮味 這個三個菇下去熬至 那一般這個菇大概可以 滾的時間會不要很長 不用 不用很長 不用很長 像這種菇 滾了之後就可以關火 調味就準備調味 滾了之後就準備調味 然後不比說那個杏鮑菇 還是說鮑魚菇那一種 那一種就要讓它滾久一點 這個菇這種的 我們湯仔呈現了三個菇 有種菇 那個超菇還有一個 金針菇 三種菇都時間上不用太長 對對對 你剛吃的菇也有在摸嗎 有啊有啊 吃的菇像現在比較爛 沒辦法在這個冬天吃火鍋是不錯的 下次我們可以加一下火鍋什麼做菜 好好好 然後放一些薑絲下去 煮湯薑 薑絲可以增加這個美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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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薑好用 除了這個薑 在我們這個醬汁裡 是屬於比較溫度的 這樣的一個食材 因為我們要加 比較 蔬菜類的兩個東西比較多 大白菜啦 小白菜這些都比較冷的東西 但是弄這個薑 是一個非常中和 對 這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補腥的東西 好 滾了就可以了 就可以準備調味了 滾了就準備調味 那這個是四人份湯大概幾碗 像我們自己在家裡 差不多四碗左右 對 四碗 四碗是五碗這個湯 四碗 我們家裡的一家大小 大概四人至五人份 這個香菇精 因為這種菇湯 它本身就比較甜 所以我們不要放太多 香菇精就不用放太多 然後鹽巴 然後鹽巴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匙 兩匙就是 兩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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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匙 對 這種味道大家可以自己嘗一下 你如果要吃青菜 真的可以少放一點點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味道讓它入味的 鹽分再多一點點無所謂 枸杞 大家要放 枸杞不好先放得好 不用就出味嗎? 不用,因為枸杞本身它滾,它會比較弱 所以待會兒我們待會兒就在想 喔,把這個枸杞 它比較你看顏色也就出來了 顏色,還有它的本身枸杞味也都很好 枸杞也很甜的一個東西 對 叔叔,我看你們 唉唷,叔叔,你們喝了就都沒有試吃 其實有啦 像那裡廚都要沾很多 沾到外面沾不準 這個是經驗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阿優的這個副主廚 給這個餐廳收縮了這裡 大概有12年的時間 一歲寒 到現在還要看他年紀輕輕 他一邊的工夫也不錯 平常應該要來餐廳去請 我們都要去破壞了,不好意思 不會啦 不會啦 好,天璣機所有的這個好朋友 我們菩薩接著這個山菇湯準備 好了嗎? 好了 好,要加點香油嗎? 對,加點香油 好,我們來菁菜煮吧 菁菜煮吧 好 這個顏色,你看這整個非常的清爽 這個是胡椒粉也可以嗎? 我加點胡椒粉 要吃辣的當然可以加胡椒粉 不要加太多 入味一下 這個是 然後香油也不要放太多 香油 那我們倒起來給大家看看一下 來 看整個的顏色 好 這是我們的山菇湯 那種最新鮮的菇類的東西 來呈現這個非常美味的湯頭 當然重點它還是要熬高湯 對,高湯很重要 非常重要 其實我自己吃的熬食 好不好喝 熬食高湯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自己吃的熬食也十幾個湯 像阿姨廚師 我們還沒開口 那是說 這高湯的熬食 味道完全不一樣 你說你們的餐廳都是全部都熬高湯 去做一些菜的 不管是煮湯煮羹啊 或是炒菜好像都是有熬過 對,對,對 所以這個品質的堅持是一定要的 對,對,對 這是我們在這個系列的五菜一湯的湯 山菇湯 非常簡單的呈現給我們 所以你看那個顏色清爽 也非常好喝 待會兒下去 可以好好享用一下 那我想今天的第二道菜 就在這個地方 不要忘記了 還有一道現炒的青菜 待會兒馬上帶給大家 稍待一下 謝謝 麻油川漆 材料有川漆 調味料有 麻油 香菇筋 高湯 鹽 麻油川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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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感謝各位 今天我們這個素食自美 這個節目 站在我旁邊就是我們這個 某一家非常有名的這個 素食餐廳的副主廚 阿姨有副主廚 他今天前面帶來兩道這個好菜 那接下來這一道菜 是在我們這個上一集 跟這一集 這個素食系列五菜一湯的 做到現炒的東西 阿姨,您帶來什麼樣的好東西 今天我們最後一道菜 要介紹的是麻油川漆 麻油川漆 麻油川漆 材料有川漆 調味料有 麻油 香菇筋 高湯 鹽 好,阿姨怎麼樣來做料理 川漆這個 主要材料川漆 有怎麼選擇那個 那些因素嗎 選擇 比較好 怎麼選擇 漂亮 好,像這個川漆 你看看很漂亮 對 阿姨,你買的都很小 阿姨,還有黑點的那個 黑點的那個就不要買了 阿姨,這不是黑點的 這是川漆 除了川漆 最重要的是什麼 薑 這個是非常好人家的 比較溫的東西 是切片就可以了嗎 薑切片 切片就好了 薑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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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那很快的 好,我們來趕快準備 這樣才比較簡單 好,沒了 當然這個雖然說是非常簡單的 現場的東西 當然還是這個程序 還是注意一下 其實這樣炒菜都沒 都放一支一支而已 對… 你們來注意一下 不要以後你們 變這個大飯店的主廚 對… 把他們幹掉 沒有 沒有,這個還是這個 學有專精 學有專精 人家是專業的 專業的 麻油 對,麻油 兩大匙 兩大匙 對… 你看你們… 該想這個麻油裡面是有薑 這是怎樣 因為那是我們撈起來放的 你們在餐廳當中 撈起來 像整湯這樣撈起來 我們比較不夠工的 一刀要完成做味 然後它本身的薑的味道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吃到家裡裡面 薑要下去之後 要跟它這個爆香 對… 我們現在把它撈 這撈會這樣… 撈會像… 像這樣 這樣不是QQ這樣 撈會差不多QQ 搭搭 搭搭 這樣很久 是,不會啦 不會啦 差不多一分鐘 一粒不要切太厚 不然就讓它刺黃這樣整個 不要說這樣沒有什麼一粒就 就要炒這樣 味道就不能出來了 炒的時候要注意到麻油 我們本身在放不要放太多 因為麻油放太多 變成翻殼 麻油它如果太多就會變成苦的 對 會殼 那這個量像我們剛才也差不多有 這個一尺半的麻油 它可以炒四人分的這個川西 那這個川西差不多幾兩 這樣 這個差不多四兩 四一兩這個川西 你看 這個量差不多四兩左右 那差不多一個人吃一兩 對 四人分一個人吃一兩 待會炒起來的時候 一隻一隻就煮了 因為它會煮 差不多了 你吸了 可以了 那差不多了之後我們 那就 川西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我們火燈都要開大火 好 炒大火燈就對了 對 那這個是 加少許的燒烤湯 調味料呢 可以不要調味料嗎 調味料 加進去 哇 看起來非常香的感覺 對 我們現在放調味料 先翻一下 少許的這個香菇青 那這是我們的鹽巴 鹽巴 鹽少許就好了 四分之一匙 就夠了 四分之一匙 看這個顏色馬上就變得很亮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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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這炒青菜才剛才 其實很簡單 但是這個程序 再注意一下 這炒 盡量一定要開大火 不要放熱火 放熱火炒 炒起來 它的青菜不會青 但是會黑色 所以它都在炒 不要蓋就對了 不要蓋 不要蓋 要用大火來炒 大火 你看整個顏色 因為川西 它本身會燒黏 有兩隻的味道 你要把它拿去 對 要一直拿 好 這塊這個炒 所謂這個均勻 這個葉子每一片都跟那個 整個剛才的高湯 還有調料結合在一起 就非常快了 好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非常快的一道 麻油炒川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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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好了 旁邊的這個 滷的東西也準備好了 非常亮麗的 非常好看的 你看 我這個慢慢的 已經學到一些訣竅 都自己自己來了 好 我這道也好了 把它關掉 好菜好菜 還會燙熟的 麻油炒川漆 這次讓我們之前 滷的東西都練習 最後一道好了 這是我們在 這系列裡面的家常菜 五菜一湯 對啊 這個是不是 請問我們這個 阿佑這個 副主廚跟我們介紹一下 有沒有 五菜的顏色的搭配 你看看 這就是我們的串燒 串燒 我們在上一集 介紹的串燒 對 這筍乾滷油豆腐 滷了比較久 所以我們可能 這邊滷完了 這個顏色 好像非常好笑 真的小孩 比較不愛吃飯 滷了吃 讚 然後這一道是 三色玉米 三色 三色草玉米 然後西芹辣 西芹辣 山菇湯 山菇湯 然後我們剛剛完成的 麻油川漆 麻油川漆 顏色非常好看 你看我們現場的 這個串燒技術好朋友 你看 這個是我們今天特別 在這一集裡面 跟上一集介紹的這個 五菜一湯的這個 加常菜系列 本來就是我們 那個阿佑副主廚 第一次在上我們這個節目 素食之美 希望我們串燒技術的 好朋友你能夠喜歡 當然也謝謝副主廚 謝謝 希望下一次有機會 再請你來 好 帶來好的 給我們更多的獎金 好 再次感謝我們丁營 所有的好朋友 那個最健康的 最營養的素食 就在我們的素食節目 希望下次再記得再回來 謝謝你 謝謝 青椒炒若絲 材料有 青椒 紅椒 樹肉絲 薑絲 調味料有 糖 辣豆瓣 香菇精 鹽 各位觀眾平安吉祥 歡迎你再次來收看 我們素食之美的 這樣的一個燻燻的一個集